出國有私人飛機 要什麼就有什麼 這樣有快樂嗎 每一個人都這樣有快樂嗎 有啊 身心自在啊 福報無量啊 不如一個人 受百萬齋這個功德 所以我們現在累積之良啊 帶大家到處去受百萬齋改 丈夫去想哪受百萬齋改 也是有啊 你看 你們就要帶到處理了嗎 帶到處理了嗎 帶到處理了嗎 那八萬齋改 要跟各位探討的是 世間是苦的 為什麼要受戒 這是因為離苦 離開病苦 離開家庭的苦 離開事業的苦 離開種種的苦 身體的苦 往生者的苦 靈命中的苦 生老病死的苦 所以跟我唸 知苦 才可以離苦 思為六道母 一切諸痛苦 佛在經常說 出生 只要這個小孩子 一出生 一接觸到這個冷空氣 就有如刀子 割我們的肉一樣的痛苦啊 所以我們 愛惜我們的身體 眾生的苦 眾生的熱 跟我們的感受是一樣的 所以生命的本質就是痛苦 老呢 老有什麼樣的苦啊 各位 六十歲 六十歲 野手 超過六十歲 不敢哭嗎 眼睛會霧的 臉部看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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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人中天啊 你是中天啊 你聽不懂 不是啦 阿嬤你中天啊 我沒有中天 我二十歲怎麼可能中天 豬根敗壞 數量衰退 氣力衰退 越來越沒來 是不是 所以這個人生如夢 夢醒了什麼都沒有 所以有一個宰相 他這個宰相 是因為 一個貧窮人 他 貧窮嘛 他每天就胡思亂想 想說 娶個好老婆 做個宰相 然後身邊都有 很多的侍者 服侍他的人 然後一天就碰到一個 道人 修道人 修道人有他心通 看到這個 年輕小伙子 大家都亂不信我呢 然後這個 道人就 跟這個 年輕人說 你的願望 我可以幫你實現 他好高興喔 然後道人就 口袋就拿出一個甘露丸 你把這棵吃下去 前面有一棵樹 你躺著 馬上就可以實現願望 甘露丸給他吃下去之後 哇 馬上就開始做夢了 秤水衫啊 然後 娶水母啊 又做官啊 做到宰相啊 然後 做到宰相之後呢 不小心跟 旁邊的官員 處得不太好 這種沖康啊 然後又被 皇帝判罪啊 然後把他的財產 全部都沒收啊 啊 是不是 從有到無 是不是啊 這個叫什麼 白忙一場 是不是 白忙一場 所以當 當他 快要被砍頭的時候 突然驚醒 哇 家在是做夢啊 然後又看看自己的 這衣服就是我本來穿的啊 世間人有沒有白忙一場啊 世間人苦知不知道啊 不知道啊 世間苦誰知道啊 一萬個人裡面 只有一個人知道生命的痛苦 這個就是三寶 歸一三寶的人啊 所以今日受八冠災界 跟我唸一遍 生命的目的 生命的目的 就是滅苦 就是解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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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喔 如果你沒有解脫生死 你還是生牢病死 這輩子如此 下輩子又一樣 下下輩子又重複一樣的痛苦 我們累劫 輪回了多少次不知道啦 這輩子 終止輪回好不好啊 所以八冠災界叫什麼 跟我唸 八冠災界 讓我們 輪回有期 生死有盡 解脫有望 輪回有出口 淨土有名 淨土有名 以前 你學佛的時候 一直到死 根本不相信六道輪回啊 死了之後 世間人就是 隨夜而流轉 那 那 受八冠災界 生死 已經了啦 受一次八冠災界之後 你慢慢的 你就可以 漸漸的離開 生牢病死苦 所以八冠災界 受多一點 老的時候不會痛苦 八冠災界受多一點 生病的時候 不會有什麼症狀 這個是我們最大的保障 對不對 對啊 解脫有望啊 自我解脫啊 給我唸一遍 涅槃第一樂 涅槃第一樂 這邊講的涅槃 叫做生死 已經止了 不會有生牢病死苦了 這個才叫真快樂 那我們輪回有個出口 淨土有你的名啊 極樂世界的蓮花躲躲開啦 那你受八冠災界 那你蓮花會越來越大 自己可以去極樂世界 又可以載著你的家人 乃至於跟你冤親載主 有緣的 也可以同享此功德啊 那再來跟我唸 生命的真理 生命的真理 就是因果 就是因果 你長得愁 你這輩子要多共登 乃至於受八冠災界 回向 升天 回向 向好莊嚴 所以 因果 是我們命運的主宰 我們要製造善業 因為惡業會讓我們痛苦 再來跟我唸 生命的恐怖 生命的恐怖 就是死亡 就是死亡 沒有學佛的人 食 墮三二道 學佛的人 乾均死好不好 你又在這裡要做而已 要均死嗎 修行就是為了去極樂世界是不是啊 修行就是為了要蓮花化身是不是 修行就是為了要清見迷陀是不是 所以等一下我帶各位回向 今天一起死 好不好 要的舉走 要死的舉走 這樣都沒死 這樣都沒死喔 沒分身來喔 沒分身來 好就這樣決定 等一下我說要死的時候 牙手輸 住的電視看 牙手那些都要死的喔 戰鬥法山怎麼會叫他們死了 師父看來我就拉妹 師父我要帶他們去極樂世界 喔喔喔 沒牙手的時候 他都沒去 他都沒去極樂世界 洗得很好 他沒去 恐怖是死亡啊 這個是對世間人來講 死亡有兩種 第一個是 把我們的貪嗔之趕快消滅 叫死亡 第二個死亡是這個身體的死亡 清見迷陀 發生會命 再來跟我唸 生命的安穩 生命的安 就是清涼 就是慈戒 就是慈戒 對啊 這個世間 財產不是我們的寶藏 無家共有 生個敗家子 乃至於 國家要征收的時候對不對 錢就像八爪一樣 所以現在有錢趕快布施好不好 現在有錢趕快 照佛像 趕快共生 不是要地點多少 是希望你可以有這個 保持的心 佛陀時代 有一個小孩子 慢慢的長大 他有一個缺點 就是從來不布施 然後看到人家 就想要給人家要東西 那佛陀知道他善根成熟 走到他面前 他看到佛陀 他也要跟佛陀要東西 佛陀笑一笑 佛陀說 我東西給你沒關係 可是 我先跟你講好 等下我給你的時候 你又把這個再給我 然後我私底下再給你 他聽一聽 他麻煩要做而已 直接給我 你還給我 我東西給你 你還拿給我 佛陀我還給你 佛陀是 佛陀是 人家說佛陀有地 佛陀的也跟我一樣 那佛陀的用意是 他只要有這個布施的心 他未來就可以解脫了 所以跟我唸 布施為菩薩的淨土 對呀 你懂得布施 你未來就可以成為菩薩 所以布施波羅蜜 圓滿就成就佛道 那再來 生命的真相 就是無常 這個世間為什麼會痛苦 因為沒有一個永恆的主宰 包括你的身體 如果你的身體不會死 好不好 不好啊 這個 你辛苦不死 不死就沒人收音了 你知道嗎 不死 不死這個世間的 全部都是人了 你知道嗎 有恐怖嗎 有恐怖嗎 那這個是世間不會死 就是佛陀的淨土 佛陀的淨土 一千個人也不會滿 一萬個人也不會怎麼樣 隨著我們的發心 再多的人都容納得下 這是諸佛菩薩的力量 再來跟我唸 生命的懲罰 就是不知道 四個真相 這個四個真相 跟我唸的因果是真相 因果是真相 無常是真相 無常是真相 業力討報是真相 業力討報是真相 輪迴六去是真相 輪迴六去是真相 對啊 如果知道這些 每個人都會修醒了是不是啊 那因為 為什麼他們不修醒 因為無明嘛 不了解啊 所以佛在經上說 怎麼說呢 跟我唸一遍 無明為大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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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長諸惡法 生長諸惡法 發起智慧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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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斬斷生死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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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陀又這樣子說 什麼叫無明 不了解叫無明 不知道過去 現在 未來的關係 叫無明 不曉得輪迴的苦 不知道生療病死的痛 更不知道要孝順父母 更不知道要不失 持戒忍辱 更不知道要修道 所以無明 就是生死輪迴的根本 那今日受報案再見 你的生死的輪迴的根本 已經斬斷了 如果這個世間是快樂的 就沒有佛陀了 知道嗎 如果這個世間是快樂的 佛陀就不會來了 知道嗎 如果這個世間是快樂的 就沒有八萬再戒了 知道嗎 這是因為有痛苦 所以佛陀才降生在這個世間 佛陀說如果這個世間 沒有老人 我就不會來 如果這個世間 沒有死人 我就不會來 如果這個世間沒有病人 我就不會來 所以佛陀要不要來 所以你要不要來 你要來受報的 當然要來 我們來是要給佛陀救的 是不是 是啊 所以跟我唸 三界無安 三界無安 猶如火宅 猶如火宅 眾苦充滿 聖可不畏 聖可不畏 對啊 大家要有這個恐怖的心 有恐怖的心 你就會每天看的生命電視台 我哪裡又有八萬再戒 我要去 因為受一日的八萬再戒 等於好幾輩子的修行 啊 啊 這樣子是值得的 不分大小 不分種類 慈悲救護生命 傳達愛 以及對生命的關懷 各位菩薩 阿彌陀佛 我們學佛就是從慈悲 而找到的生命 從慈悲就斷除煩惱 所以中華護身協會到處在 解救生命放生 但是有很多生命 沒有辦法被放生 你要救他 牛 流浪狗 狗 甚至一些大型的 不能被野放的動物 所以 生命電視台需要有更多人 提供土地 提供人力 提供財力 來保護這些可憐的動物 因為 他們對我們都有恩的 都是我們的父母 所以願大家 一起來成立 護身園區 也加入護身園區 保護動物的工作 來成為義工 來成為職工 與一個佛教族慈悲的心 來做這個圓滿重要的工作 阿彌陀佛 賬號 42138483 42138483 42138483 護鳴中華護身協會 神遍月釋迦牟尼佛殊聖功德日 善行與惡行城9萬兆北 神明電視中立中心 舉辦八關災戒 祭佛前大拱 恭請戰樂法師主法 日期 3月17號星期六 上午8點半 下午1點半勾送地藏經 祭護身 上午7點半至8點半 於中立火車站備有接駁車 地點桃園中立中心 地址 桃園市中立區環北路400號15樓之一 晚上7點半於樹林獎堂點萬燈 共萬水 聯絡電話 03-422-8806 03-422-8806 印經功德殊盛行 無邊聖福皆迴向 普願成立諸眾生 素網無量光佛叉 十方三世一切佛 一切菩薩摩赫薩 摩赫般若波羅蜜 祝賞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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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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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杨茜茜茜 《佛经》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茜 《杨茜茜茜》 《杨茜茜茜茜》 倘若家里有老年人 一定要让他学会用转经转 《杨茜茜茜 转经转彘 ?《杨茜茜茜茜》 但汉gate的情况并不是这样 人越来越老 事情好像越来越多 家里方方面面都让他管 这是不孝顺的一种表现 真正对父母孝顺的话 应该让他们什么都不做 一天到晚念观音心咒 念阿弥陀佛 用转经轮 他们这么大年纪了 研究经论 文思修行 恐怕有点困难 依靠英明辩论 更是困难 为了他们的来世着想 子女应该让他们 都用转经轮 感觉 原来我也想做一些转接轮 给大家提供方便 但现在的价格 跟萨师当时的定价 有点不同 所以只有自己想办法了 如今的交通非常方便 通过网络等各种途径 请个转经轮并不会太困难 作为一个佛教徒 应当学会用转经轮 与别人结善缘时 给他们财物 地位 名声 对我们修行人可能也不太现实 最好的就是让他用转经轮 劝他行持善法 这对他的今生来世 都有非常大的利益 和不可估量的功德 对马来源 其实转经轮在行驻坐卧都可以使用 恰美人颇切说这种善法 简便一心 轻而易举就能承办重大的事业 如果让你布施钱财供养僧众 你不一定有这种能力 多年闭关修行也有一定的困难 但如果走路吃饭 只要有空余的时间 就一直使用转经轮 无情中就能积累许多资粮 以前上师如意宝说过 美国、新加坡、加拿大的很多信徒 特别喜欢我们学院的转经轮 他们认为这里的转经轮加持很大 这是上师对后人的一种教言 我觉得哪里的转经轮应该都一样 关键是里面的咒语 六字箴言的功德相当大 无情达 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也不广讲六字真言转经轮的功德 总而言之 以前有个福藏大师叫斑马朗巴 他所开取的观音海叙中说 何者具有菩提心 具足智慧力士夫 自作观音心咒寒 生赐开光再颂后 水风易祸手旋转 一定摧毁诸轮回 任运成就四事业 笔之功德不可说 我们佛教徒对观音菩萨 一定要有虔诚的信心 没有信心的话 功德也不会太稳固 自己也应该日日夜夜行持善法 而行善中最好的 就是用转经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座的各位道友 这几年来 我觉得比较不错 转经轮并没有放在家里 走路开发会 甚至看书时 都能够用得上 以此也积累了许多功德 你们想帮助亲朋好友的话 也应该用佛法 尤其是转经轮 来逐渐度化它 其实从世间的角度来讲 转经轮可以让人升官 发财 得名声 在很多文章中 这方面的感应非常多 总之 世间和初世间的一切功德 均依赖于我们的发心 和生育的力量 而生育所造的善根中 转经轮的功德最大 感谢观看 我们口里念 金刚经 阿弥陀经 功德是很大 身体做磕头 转绕等 功德也很大 但按照佛经的教证 这些跟转经轮的功德比起来 转经轮的功德相当相当大 因此 从对自己负责的角度来讲 还是要好好地用转经轮 毕竟短暂 毕竟短暂的人生中 我们什么时候死也不好说 对我而言 不管在车里还是家中 每天用一下转经轮的话 心里比较舒服 如果当天没有用 或是忘在家里的话 总有一种空荡荡的感觉 这种行为 对我身边的很多人 直接或间接 也有一点点影响 你们平时用转经轮 不要觉得不好意思 以前上师如意宝 在课堂上也批评过有些人 他们认为自己很年轻 拿转经轮就像一个老年人 其实老年的标志 并不是转经轮 转经轮是行持大圣佛教的一种标志 别人不接受 别人不接受是别人的事情 即使他用斜眼看转经轮 虾絮中也能种下菩提善根 恰美仁波切曾说 转此经轮之人 深深适适 不会转生于邪见之家 有盲龙衙补者之家 贫穷下贱之家 屠夫与夫等种姓低劣之家 深深适适 转生到总姓高贵 信仰佛教 行持善法之家中 从今生来世各方面来看 转经轮的功德的确非常大 这并不是我们故意渲染 而是在大圣积蓄中 有校正可查 请不吝点赞订阅 总之 大家一定要以菩提心为基础 所作所为不离开善法 身体经常用转经轮 口里经常念观音心咒 心里经常想到利益众生 若能做到这一点 你就是名副其实的修行人 我们藏地衡量一个人的修行好坏 也是以此为标准的 如果没有这样 自己认为修行境界很高 觉得转经轮没有用 只要安住在圣意境界中就可以了 这对凡夫人来讲 这对凡夫人来讲可能比较困难 正如法王如一宝所言 你的见解在怎么不可思议 行为也不能远离取舍英国的准神 这个金刚语 大家务必要牢记于心 平时多行持善法 多使用转经轮 为一切众生做有意义的事情 这对凡夫人来讲 打开生命电视台 梵音妙语时时文 菩提花朵处处开 弘扬佛陀众善法 慈悲喜舍乐开怀 各位菩萨阿弥陀佛 生命电视台 是世界性的生命大道场 弘扬佛陀所有正法 放生护身吃书念佛送经持咒 帮助贫穷造佛像造佛塔 各种正法的国际世界大道场 所以希望你也来参与 也更期望你来护持 让这个国际世界大道场 能够弘扬佛陀正法 能够帮助更多的众生 更感恩各位不断的护持跟关系 阿弥陀佛 护持账号 1996-5232 1996-5232 护明生命文化基金会 生命电视新电大明讲堂 举办八关灾戒 礼拜药师保产 点签灯 共签水 护生 即甘露事实法会 恭请赞德法师主法 日期 3月17号星期六 上午8点半 地点新电大明讲堂 地址 新北市新电区中正路 54向28号三楼 联络电话02-2917-8855 02-2917-8855 上午7点半至8点半 于松山新电县捷运七张站一号出口 备有接驳车 访会备有消灾 超键排位 供大众填谢 生命电视屏东东港中心 举办礼拜慈悲三妹水颤 点灯 供水 即甘露事实法会 恭请常驻法师领众 日期 3月18号星期日 上午9点 地点 屏东东港中心 地址 屏东县东港镇新胜礼光复路 二段五号 联络电话 08-832-3727 08-832-3727 今天是六灾日 为四天王时察人间善恶之日 劝请大众持守八观再谢 阿弥陀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接下来请收看 海涛法师救护众神讲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